持有的黄金的单 我觉得应该去做一些了断了 应该去做一些了断了 那在了断之前呢 我们也去把我们这么长时间以来 持有黄金的这波交易了 和大家再做一个总结和回顾 那日线图级别上黄金 日线图级别上黄金 我们陆续的去 这是我来把这几个 包括目前的价格 包括我们看到目前的价格是在 大约24 那从95到24已经跑了有600点的行情 那如果我们去用这种等距通道来去量黄金的话 用这种等距通道来量黄金的话 我们会发觉黄金 它乖离度特别大 我们就更加倾向于在这张图上 会用一些盘整的走势来去交易 用一些盘整的走势来交易黄金 那就目前而言 那就目前而言 实际上我们已经将这一个波段几乎完整的捕捉到了 就是从1295开始 从最下边的1295 1278 1264 1249 几乎完整的捕捉到了这波黄金的交易 那随之而来的 就是如果这波行情继续运行的话 我们分两部分去看好黄金 第一部分 我们分两部分 这是第一个完美捕捉 当然我们在捕捉这个时候 你注意不是一次入场的 并不是第一下就去将仓位建立的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我们通过 实际上我们在去分布建仓黄金的时候 交易的这种次数比四次多 中间有过这种获利了结的平仓的动作 获利了结的平仓 那中间在第一次建立的时候是极限位 这个极限位置往往就是一些盘感特别好的 就比如说晚间的林老师 他合适于去交易这样的一个图形 那如果这是1295的这个 1295的这个位置 其实和我们现在对应的1224是一样的 我想有就是在听我们课程超过两个月的投资人 一定还会记得从上一波行情的时候 围绕着1220在这个位置上的多单我们做过的 就是这一波多单是做上去过的 那目前来说我们期待的这个行情就是在这里再次形成反转 再次形成反转我们在这里去补助去再次写一个就是基于对未来的考量 这种对未来的考量我们不知道它是否正确 但是我们去保持在交易的过程当中思路的一致性 所谓思路一致性就是我们用同一种方法去来考量未来的行情 这是这是说我们看到的注意这是说我们看到的 并不是说我们目前就准备要做了 当然有些投资人在这个时候目前的位置1223 是一个非常左的位置非常左的位置 它点次过然后又回来最高的最低的位置走到了1210 这也是我们今天再去带领大家去再写交易报告的时候 你看到的那个数据1210 同时 等距通道管理过大这也是行情的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等距通道达到了2 所以在这个位置上形成反转的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这是这是我们准备去在这个位置上去做多黄金的一些因素 那反过来是不是还有一些空黄金的因素呢或者说一些不足呢 美元现在较强影响我们从左侧交易的这种布局 美元是比较强的 等待行情停顿就是我们准备在这个时间点上等一下这个行情停顿再破位 这些停顿再破位的格局啊其实之前有很多 停顿之后的破位 停顿之后的破位 我们期待将来在这个位置上也走出一个停顿之后的破位 这个位置有可能高一些有可能低一些 但是它就会出现在这个区域当中 未来几天这周的数据也很多 我们看到马上本周有它的美联储的这个会议纪要公布 在周五的时候有本月份的第一个非农数据 不是本月份第一个本来也就一个月一次的 不是本月份第一个非农数据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农数据 那如果我们在这些位置上发生一些反转的行情 特别是在围绕着极限位置能发生一些反转行情的话 都会让我们产生这个位置就是这一波行情的底部区域 所以最近几天啊其实很关键的黄金 那我们要求大家在这时候等待行情的停顿 要求等待停顿 右侧 这是等待行情的停顿 右侧 那相比于我们原来的空单 我就不去再多说了 那目前行情在这个里边的时候 我们也给大家 就不写进一步 就是进一步了结了结原有的空单啊 进一步了结原有的空单 进行一些平仓的动作 使得我们的这个原有的交易 能够确实的去保留下来 那这是我们看到的黄金 在这次行情当中的一个部队